中文字幕——YK 来自沈阳音乐学院的学员黄俊杰 凭借一首改编过的《雨下一种碗》 成功吸引了哈林 纳英和杰伦三位导师的注意 获得了他们极高的评价 各位老师好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黄俊杰 今年22岁来自沈阳音乐学院 什么专业 学习电贝斯专业 电贝斯啊 难怪 一般那个音乐学院出来的唱歌不像这种 它这个不带一丝那种火药味 通常我们听到音乐学院出来 哇 唱歌都很凶 很有力量 你的声音特质就是特别适合唱那种慵懒的 然后小清新的 土字跟那个腔调都非常的舒服 刚才这首歌呢 给我的感受就是 我听起来就是不像杰伦原本的那个状态 但是很好听 只能加分 可是这种音乐对我来讲有致命的吸引力 这首《雨下一整晚》是周杰伦老师的歌曲 但杰伦老师也坦言 这首歌难度不小 而黄俊杰的改编和演绎 都相当具有自己的心意和感觉 这个改的我觉得很棒 而且老实说我自己不太敢挑这首歌唱 因为这个难度也算蛮高的 因为在它的副歌很多的高音 这首歌其实难唱 它的主歌两边是完全不一样的主歌 前面就是有点很简单 原本原曲就像《民谣》这样 把简单的吉他在述说 在叙事一个故事 然后到了先奏之后的主歌又回来 已经变成中国风了 完全又是不一样的唱腔 那这个东西来到你的身上 你把它重新改编了 我觉得是很开心看到这件事 因为导师们都很怕说 这个学员们选导师的歌 会不会又有一个小周杰伦 小汪峰 小猪猪 小哈林小娜音 对不对 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这就是你的风格 而在现场 黄俊杰也尝试演唱了多个 改编版本的《雨下一周晚》 让导师们惊喜连连 哎呦 吐气在玻璃上 画着你的模样 哎 你这小感觉不错啊 开着车马和目的的转弯 不需要去哪个地方 闹去的电视场 哎 到底有谁在看 我发现了一个特点 嗯 什么事 我发现他的土字和杰伦真小 怎么样 要不来个森巴 对 哎 我觉得导师们在看他的可能性呢 到了抢人环节 导师们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纷纷希望黄俊杰加入自己的战队 这我到我这一队就好了吗 好俏皮啊 对 对不对 啊 怎么哈林哥你听了觉得怎么样 就到我这边就好了 啊 我觉得他会的乐器蛮多的 嗯 蛮适合来到我的队 哎呀 你要 音乐任何一种风格 都有独特的魅力 没错 你这种风格来到我这 就是绽放 你不要管那些 编曲你已经很成熟了 不需要他们再帮你了 而在最终做出选择之前 黄俊杰也向四位导师 坦承了自己多年唱歌的功夫 困惑并表达了自己渴望唱歌的梦想 最后 在你选择之前 都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为什么来这个舞台有什么梦想 嗯 因为我有一个困扰 这个困扰 就像刚才哈林老师说的 呃 这个声音很娘啊 嗯 这个声音很中性 嗯 这就是我的一些朋友 还有我的一些同学说的 嗯 嗯 我爸爸小时候跟我说说 你不要去唱歌 因为你发声的感觉 不是用丹田出来的 这样是不对的 然后 我也就一直带着这个疑问 但是我从小非常喜欢唱歌 所以我想来到中国新歌声这个舞台 让四位导师来帮我完成这个想唱歌的梦想 哦 而我的音乐梦想是 边弹贝斯 边唱歌 哇那很难 做一个唱作人 音乐人 现在 你的选择是 好 我的选择是 周杰伦老师 最终 周杰伦老师成功将这位三星学员收入麾下 未来 黄俊杰还将带给我们什么惊喜 一起期待吧 娱乐梦场编辑报道 在我去上学了中呢 出现了一位一栋闹钟 可谓是逢门必敲 逢人必喊 让我们赶紧来看一下 他到底是谁 高中生活最苦的差事 莫过于早晨起床了吧 这不 我去上学了里 出现了一位一栋闹钟 逢门必敲 逢人必喊 都苦了我们的小鹿和呆风 起床 没错 这么伟岸的身影 就是我们的大张伟大老师 起床了 起床了 起床起床 起床上学 上学上学 上学了 大老师 哎呀 我睡觉这么美丽啊 来 起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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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学 起床红学 有几点啊 有下三点多了 起床起床 起床 上三点了 原来大老师的教育手段之一就是 残忍欺骗 天真的小鹿匆忙起床 告别美梦 一不留神 脑袋可受苦了 还撞了一下 今天去不了了 哎呀 今天去不了了 哎呀 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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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受伤了 同学受伤了 坚强度强忍疼痛 坚定地走向学校 大老师还一动闹钟 一战成名 我现在就跟 擦叔叔那老大爷 不是 老大爷是 欺骗招数驶过了 大老师又拿出了教兴神器 惨叫机 来 我认识 trump 对 你为主受伤了 我认识如何 我认识了 你生病 每个小医院 伤态 你生病 我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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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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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呆风一脸茫然 此刻的他还在沉浸在刚才的美梦中呢 起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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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哎呀 起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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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怎么信了 我在做梦啊 你还给我 给我留着门呢呀 昨天 这么多人 你为什么给我留着门 你 你为什么给我留着门 你为什么给我留着门 这是谁快进来的 你这活儿有这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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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儿 活儿这么好 哎呀 我跟你讲 最终的一生 爱我前面 哎 起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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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得醒人 也按得了摩 这个大事闹钟 你值得拥有 今天节目就是这一些了 也要再一次提醒大家 扫描评论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娱乐木工厂官方微信 就有机会得到季期热映的 我最好朋友的婚礼的电影票 好了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咯 拜拜